你自己住啊 他平时自己住啊 他爸回来 就把身份收拾一下 住商铺 怎么不申请宿舍呢 带着他一起 看我们这一行呢 要是真有任务时 工作时间不低 怕孩子租入宿舍 也是别打扰作息 而是看他爸经常出去 忽乱担心 现在的孩子都聪明 他知道他爸是干吗的 那不照得担心啊 而且现在很多的 排爆电影 他看了都不会好奇 问你们嘛 通常我们的回答都是 电影里都是瞎编的 没那么危险 原来都是真的 挺危险的是吧 好 朋友也不能说吗 一行一行都不容易 没什么可说的 就这些 他爸都不给他买衣服的吗 而且租房子 怎么不租一个大一点的呀 这爷俩住这儿 会不会太小呢 你爸妈呀 陆叔叔和 大概也许可能是他的校友 你这小孩说话 我怎么没听懂呢 陆队来了 我打个招呼 人家培养感情呢 他们在帮你收拾行李 帮你搬家 这些年 西方能收拾照吧 关门干吗呀 外边孩子看了误会了 关门好说话 他父母离婚了 情愿与争取到儿子 但是他内心觉得 耽搁了小楠的妈妈 给对方补了不少钱 这样啊 他现在养父母 还要养儿子 不敢养花钱 衣服我收拾好了 书你熟悉你收拾吧 我先出去了 我们说好天长地久 却终要走散 等到慢慢放下抵抗 任时光流转 不曾向爱情破血历寂寞难 诺儿子 我老爸说他 他今天晚上 不回来吃饭了 知道了 让我看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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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出去了 不然孩子误会了 出去